今天不仅有两种新的小怪物 还会开一个新的石虫岛 这回雨林和沼泽我都有了 哪只虫子来我家呢 真的算它倒霉 铺上柴线是不是有那么点意思了 石虫岛对虫子来说确实很残忍 但是铺上白纱很唯美 给小螃蟹放好洗澡水 加上物化器吧 还差点意思 是时候上我的秘密武器了 让他们先拆包装 咱们拆螃蟹呀 这咋的 这怎么还皮上叉了呢 第一个小朋友 爱皮叉 下去 不是 这螃蟹怎么长得跟醉蟹似的 我还能让你给欺负了 这对它来说就是个森林 你写个桃花园记 再放点啥呢 对 蜘蛛蟹你们见过吗 贼可爱 这光体型可爱的 这放进去能看见啥也跟沙子似的 大螃蟹应该不吃小螃蟹吧 卢走开 挺雀余 我这电视是不是有点买大了呀 我们打开氛围灯 再放上我准备好的雨林素材 咱沉浸一下 这后边好像就是个落地窗 TCR的98Q10寄电池 我好像买大了呀 这哪是电视啊 这成隔断了 这么大的电视 花质还这么高清 这有miniLED加672分区 果然不一样 下一步就买帐篷了 先找个小东西跟我露营 你怎么也开始日渐潦草啊 哦对了 还没声音呢 这孩子冲着声着去了 这是假的 是安桥音箱带来的杜比全景色 我一直还有一个月吗 就是在雨林里骑车 今天终于能感受一下了 这4K和120Hz贼流畅 而且4加128GB 可以随意下载各种游戏 看见没 咱还带刮风下雨的效果呢 这氧气含量太足了 你们还想看我搁这干啥 我养了这么多小怪物 只有一种东西 我是真养不活 就是袋子里这小玩意 养不活也就算了 它还贼贵 既然是河里的小怪物 那咱是不是得弄条河呀 第一步放猪蹄骨架 后井呢用绿材去垫高 省沙子 第二步放点木头岔子 做小细节 最后呢放一些底沙就搞定了 看一下一个月以后的变化 好像也没啥变化 我们现在不光有了雨林梗 还有了一条小河 我甚至给小怪物准备了两个过滤桶 这水流强度都出炫污而来 我为啥为了养它们养水一个月呢 为了让石头上长些枣 它们吃着玩意儿 去吧小怪物 答案揭晓 就是我最喜欢的下虎 这个子不溜丢的呢 叫做白帆恐龙刃 以前可是四位数啊 毕竟这才第一天嘛 能有这么几只有颜色的已经不错了 等它们真的适应以后啊 这条小河里的怪物就五颜六色的 这只大洋桌的脸已经开始拦了 后期它的身体跟斑马似的 BGM时间到了 毕竟它们没了 我还可以看视频 你啊赶紧搞下卫生 今天要来新伙伴了 辛苦师傅了啊 自从我养了它呀 就没拖过地 今天的怪物 我用了一部手机的预算 这瞎虎怎么还珠光宝气的呢 你不要这么好看呢 我会觉得我又行了的 咱看一下啊 去吧 哎呀 这四位数啊 确实没白话 而且这特殊角度呢 浑身放过 就跟个小店帮似的 这对蓝色小脸蛋的呢 叫做黑旗之牙 听我口令啊 走 你们就看这眼神 像不像你想听把卦的朋友 干啥呀 没啥说的 下面这两只是素 summertime 蛤虎中的战斗虎 已经开始白头了 就你俩打 你俩打 你别祸害我环境 他又来了 哎呀 全混了 你不行你揍它吧 啊 上 就为了拍这些精彩镜头啊 我换了两个新几位 之前画质不好的13pro 放最近很火的转转回收了 他们家回收手机的价格 真心功德 打钱又快又干脆 而且方便 网上下单就有人来搜 平板 笔记本 耳机 手表 全都手 大家也可以试一试 你可别注意了 人都跑了呀 这把人家打跑了 把自己气成这样 你要干啥呀 你 你还要冲我动手啊 他现在连我都想揍我 这 你看被他打的这小伙 本来就没事 更没事了 你作为这本老大 你说句话啊